11月30日由右慎陈廷妮单纲演出 冯凯指导的最新偶像剧《真爱找麻烦》 在台北举办媒体抢先看记者会 率先曝光了剧中的精彩片段 陈廷妮身着可爱连衣裙与导演冯凯一同出席 虽然这是模特出身的陈廷妮第一次出演女主角挑大梁 但导演冯凯对她的表现却非常满意 她表示廷妮可以放下名模身段 演别人不敢演的桥段 并且再大的尺度她都可以拍 你说最大的level可以到什么程度 你刚刚看那个画面 在杯子里面 就是发夹可以脱掉 然后衣服可以脱掉 然后可以流血 无限想象 其实它其实就是你说底线 我们终究是电视嘛 我们能拍成什么样子 又不可能漏点 又不可能怎样 只是说在 在那个 应该是在表演的情绪上 它真的是可以瞬间转换 那比如说 终于节目常常看了什么三秒钟落雷 十秒钟落雷 算什么 对我们陈妮妮小姐来讲 OK的 天啊 我要下跪 当然 对 要三八 看着哪 笑着 嘴巴张开开 看到喉咙洞 喉咙 OK 他可以完全 因为他可以把那个形象放在后面 他知道那个演员的分寸 就是说 形象是在外面 不是在戏里面 那在演戏的时候 他把他忘记 然后没有包袱 这很棒啊 真的很棒 对于戏中出现的大尺度镜头 陈婷妮坦言 这也是第一次觉得 模特的工作会帮演戏加分 因为在模特儿工作中 常会穿性感服饰 所以拍起来很放得开 其实我觉得第一集 我第一次觉得模特儿这个角色 可以为演戏加分 因为在模特儿的工作领域里面 就会穿很多 像小三庄那种比较紧身 然后比较妖妖的衣服 然后模特儿也比较知道 怎么展现自己性感的一面 比如说甩头发 或者是哪一个曲线比较好看 然后第一次觉得 模特儿其实可以用在拍戏的上面 是很大的加分 然后所以那几场戏拍起来 我还蛮得心应手 以及放得开 就不害羞 谢谢 感谢观看